谢谢小鸟 其实最近在抗议的过程当中 我感受很深的就是 我们的战友在一起聚在一起 想要表达自己诉求的这种决心跟信心 过去我们在这个网络上也好 因为都在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控制之内 我们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大的自信 中国共产党有大国自信 但是我们中国人没有任何的自信 因为他们的这些打压 使我们对自己的自信产生了怀疑 但是我们真正的站到了街头 所有的人来到了现场 接受到了这个西方人的鼓舞跟鼓励之后 我们才知道原来世界不像中国共产党所说的那样 不像中国共产党的外宣一样 世界是美好的 美国也是美好的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 不管是在凤凰城的行动 还是CPAC的行动 是在支持我们的美国人更多 对吗 我接下来请咱们沙利姐说两句 这个美国的这个凤凰城的行动 和到这次CPAC被邀请 是对我们是很大的鼓励 其实这中国人这可能也是第一次 所以我们现在的信心 信心会百倍的增长 所以我们每个人的自信心也会上来一千 有的都是 就是说从小你被教育的就是 有的东西你都不敢说 就是正义你也不敢说 是吧 没地方可以去硕利 所以现在我们觉得完全是不一样 所以我们因为都是每天都是精神抖擦的 站在最前线来做这些抗议 所以我们在这些抗议里面